我们来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说真实数据 真实数据 真的这里面 这是不是最真实的数据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请注意哦 请注意这个连续性分析 这个5.5个百万 4.2个百万真的都不存在 可是当我们今天这个地方真实数据 我们是不是透过这边来去做计算 这些数据就变成 我可以提取使用了 请问我现在能不能提取使用 2014年总销售额 不行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提取 除非我自己写一个函式 好 那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这个范例我就先储存起来 为了我上课方便我先领存 另存成 例如说02好了 超市分析 它的资料来源是什么 是那个以色尔档案 那个以色尔档案 2017年的资料 没有嘛 好我现在关掉了 我现在关掉 我把这个 我刚刚是不是都是用下载下来的 这个超市范例 好 他没有2017年 我能不能创造出来一个2017年的资料 可以啊 然后 然后重点 我只要告诉你们说 会不会到最下面 会 我只要告诉你们说 假设我今天我把这一笔资料 复制 然后贴上 然后请把这一个资料改成2017年 可以吗 我现在是不是多了一笔资料 随便编了 假设订单编号编成9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应该 对不起 看一下 这个是发货日期无关 我刚刚都是用订单日期来做计算 好 然后接下来拉到最下面 我想把那个销售额 销售额稍微提高一点 这就是销售额 7244 我改成100万 好不好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其他是不是每个月都有很多很多资料 我现在就只有一笔资料 所以我刻意把它的销售额改成100万 1 后面接6个0 Enter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我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请问我的这个资料 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在那个 别人的地方 或者是资料库里面 它是不是又增加了资料进去 那我现在这个2这个资料 重新整理之后 会不会产生 例如说 各年的连续性分析 是不是指分析到2016年 它现在会不会分析到2017年 你们说会不会 会 那 要重新整理 那我就不做了 对吧 你们都说会了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你记住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用每月再做一次 那真的就是机器在做的事 对不对 2018-1113-02超市分析 这个等待绝对是有值得的 好我们先关掉它 我们去看最前面这个连续性分析 没有2017对不对 好重新整理 你看订单啊 退货啊 整个重新整理 出来了 2017 1.0个百万 而且不是只有这一张出现哦 同期比较 因为2017年 2017年的 我没有注意看我做在哪一个月 反正就是只有一笔就对了 所以只有一个点 可以了解 好 然后 类别分析 类别分析 这个一定是我刚刚创造出来的那个点 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吗 如果你真实有资料的话 这整个图全部都会继续延展出来 好 然后类别的分群分析 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 应该 我刚做那一定是一个叫器具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在说什么事情 好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当我们今天资料有一直增加进去的时候 我们这些视觉化报表 我只要做一件事叫重新整理 我的图就画完了 我不用再重复的 再做每月都要做的事 所以你们觉得 这个大数据分析技术好不好 应该很好吧 以色谣能做到这件事吗 不行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他的分析的手法 其实就是像以色谣的枢纽分析表 所以我觉得难度不会很高 可是 真正的难度就是我们要加强 就是写韩式了 反正多练习几次就好了 换你们 换你们去 以色谣的原子资料 增加一笔的资料 稍微把销售额提高一点 重新整理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例如 例如假设你今天的资料 这个资料我就先关掉 好 储存起来好了 为了我的上课方便 我重新再把这个超市资料的 最后这一笔删掉 不然那个很多的视觉画图表都 都会很奇怪 好 所以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我的超市范例 是不是就没有这笔资料 储存起来 然后接下来 我刚刚这一个图 重新 重新整理一下 好 你去看一下 延续性分析就没有2017年了 好 这张图我就先关掉了 储存起来 然后关掉 好 好 好